台北三方报道 陈柏林真的是越来越帅 我们也期待他的新电影 真的 那说到电影呢 有一个绯闻就是因为电影而起的 那就是蜂蜜恋 但不是以前的蜂蜜恋 是新的谢霆锋和杨幂 真的 因为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这个绯闻传闻 就是我也有嫁到杨幂那个微博 然后我记得他很久之前有写过一篇微博中 很喜欢谢霆锋 对 然后他说第一次见到谢霆锋说好冷红呢 是呢 那传说呢 他也是抓住了这次呢 第一次跟这个谢霆锋合作 这个电影消失迹蛋的机会呢 就是这个夜黑风高的时候呢 去晚上去敲这个谢霆锋的房门 然后试爱 真的假的 就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假的吧 他刚公开和刘凯威的恋情 怎么可能这么快已经别恋了 当然没有了 你知道吗 刘凯威知道之后 我知道就是谢霆锋跟杨幂 就是传出绯闻以后 他也不甘示弱 就去罪障不及 什么东西啊 太恐吓了 我现在网友们的想象里真的是 很异想天开耶 真的赶上狗仔们了好不好 那这一副怎么说啊 那到底跟这个杨幂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走的手 英皇集团成立七十周年 旗下子公司英皇娱乐集团的一众艺人出席集团七十周年清典启动力 戴着太阳眼镜的谢霆锋被安排站在最中间 儼然一副一哥的架势 最近正在拍摄电影《消失的子弹》的谢霆锋又传出新的八卦 就是与他合作的女演员杨幂 晚上去敲他的酒店房门试爱 对此谢霆锋回韵 纯粹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我跟他除了在工作场地以外的地方都没有见过面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传言 是的 那你心情有没有受影响 还是被人的 没有 也不是第一次传我东西 当然是很无聊 不聊这些八卦绯闻来聊聊正事 最近谢霆锋 以制作公司CEO的身份 出席香港某大学的讲座 分享成功之道 不少大学生都胜赞他极具领袖风范 对此谢霆锋就表现谦虚 一点点经验而已 也今天不算是 我也跟他们说 今天不能够说是什么成就 只是一点点成绩 所以我只希望鼓励他们一下 对啊 希望可以做好自己 当一个演员也好 当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的